孟哲 過程當中其實雙方僅有的對話跟互動而已 那麼在外場結束大概十分鐘的一個簡報之後 蔡總統跟台北上柯文哲隨即移到了郵局裡面 那麼外界最關心的是會不會談到白綠合作的話題 但是在這一場公開的一個會面之下 柯文哲在面對鏡頭的時候 他是隨即馬上拋出了所謂大巨蛋解套的議題 需要中央來協助地方來一起合作 談的幾乎全部都是市政的議題 並沒有觸及到任何關於台北市立委補選的一個議題 不過我們可以發現很有趣的是 在中間的一個過程當中 幕僚還遞上了一張小紙條 那麼根據了解小紙條上面寫的居然是說 媒體在報我們兩個都沒有互動了 所以雙方其實看到這個小紙條之後 都不小心的笑了出來 但是外界最關心的是 其實在這一個多小時的一個會談裡面 其實中間有15分鐘的時間是 台北上柯文哲跟總統蔡英文一起進到郵局之後 他們來到了一個房間 那裡面長達了15分鐘 談了什麼 雙外界非常的好奇 這15分鐘之內 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能不能談出對於白綠合作 達到任何相關的共識呢 其實雙方在會後的QA 並沒有多做太多的一個說明 那麼柯文哲其實在會前其實雙方就有著不斷的交鋒 包括了會談的形式地點三次的改變之外呢 甚至柯文哲在鏡頭前面也毫不掩飾的發出他對於民進黨在選舉時候對他的一些攻擊 他有不少的一個抱怨 不過在這個蔡柯會之後會後的QA上面呢 柯文哲也表示其實他這個人就是心直口快 那其實在這場會談上呢 任何的一個細節或者是說要談的項目 事前跟總統府都有著非常良好的溝通 他甚至還不小心脫口了 就是說這是套招啦 但是又強調雙方並沒有在演戲 不過由於在這場碰面的過程當中 雙方前面的互動就跟今天天氣一樣 實在是太冷了 所以也讓外界非常地好奇 這樣的一個白綠合作到底還談得下去嗎 以上現場最新情況 時間盡頭交換彭麗主播